台灣人 要欺騙台灣人 要反攻抗二 殺豬拔毛 那這個呢 他的徒子徒孫叫馬英九 在1970年代也非常認同的追隨蔣介石的步伐 要反攻抗二 殺豬拔毛 可是現在馬英九已經不反攻抗二 殺豬拔毛 不反攻大陸啦 他已經向共匪投降 主席 我們追這個新聞已經很久了 就兩次連署都很成功 那這次為什麼 是不是大家覺得已經成了繼承的事實 還差一萬多份 啊 當然 就是因為馬政府一在封殺嘛 啊 所以 有些人就覺得 千來你可以用 所以有沒有用 就立即效用 覺得說 就可以接受我們啦 繼續進行下一個階段的聯繫 然後提出以後老百姓來工作嘛 但是 啊 還是 還是不是完全冷淡啦 埋一些人還是非常熱心的 所以 十萬多份還差 差一萬多一點 應該很快就會做成啦 但是 你覺得不覺得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主席說 要延續前朝的政治 會不會對整個簽名的議員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想 蔡主席她的意思當然 啊 這個是 啊 他怎麼講 我不是太完全掌握到 不過我所瞭解 啊 他們現在忙選舉嘛 那麼 這個 選舉的 那麼 一種的這個 處理我不曉得 但是 基本上因為 啊 台人跟民進黨是合作 這個 在推動這個F-R 他們反F-R的立場 是沒有改 沒有變的 那麼 要法案公投嘛 那麼 這個是 現在因為有台聯在負責推動嘛 他也在撇合 他們也在撇合 他們也連署啦 不少的一個分數給我們啦 所以我想 這個是很自然嘛 因為一般人覺得 哎呦 我連署什麼東西用 被他們殺掉 那這一次再連署有沒有用 他們會這樣 但是 我們覺得呢 這堅持才會成功 對的一定要堅持 這個 公民投票啊 公投是 憲法所保障的這個權利 那麼 何況呢 這幾天啊 大家看得很清楚 馬英九 這個 說是 這個 簽了ECFA啦 兩岸啊 關係緩和啦 兩岸關係啊 大躍進啊 是這樣嘛 你看看 東京的影展就看得出來 跟他簽ECFA是一種錯誤的 光這一件事你就知道啦 你這個簽ECFA 然後說啊 經濟以來合作 然後關係會緩和 是真的緩和啦嗎 其實東京這個事件啊 是一系列事件之一 在國際的場合上任何開會 NGO的開會 他們都是一樣的打壓啦 所以他們說一句話啦 你不叫中國台灣 那麼你還要不要進 要不要中國市場 那是為了經濟 那麼把國內主權都喪失掉啦 那麼國家主權喪失掉啦 又沒有真正換到和平啦 那麼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很錯誤的決定 你看看 中國跟這個日本 釣魚台的爭執 那麼 中國打出經濟牌 那麼要來 這個是來對日本的經濟採取行動 日本它這個 它就幾乎是就是這樣驅從了嗎 那我們跟中國 這個經濟的關係 依賴中國那麼重 那麼到時候 它從經濟的整合要走到政治的公民 所以從政治勒索恐惡 你台灣將來有沒有配到 有沒有應應措施啊 所以這個看得很清楚啦 所以我們又覺得 我們繼續推動這個 憶法要公投啊 是 這個是正確的 那繼續要推動 那麼一次再一次 那你一次封殺了十多萬人 那你能夠封殺幾十萬人啊 我再做給你看看 一次十萬多十一萬份的人 一張一張添出來的 也不三不四的公審會 十一二個人就把這個否決掉啦 那這天下豈有之理 民主社會啦 這是民主社會啦 人民做主啦 人民說要公投 胡人公胡啊 說你不要公投 這是什麼叫民主社會啊 所以這個推動還要 推動到啊 這個公投法要補正 公投法當時定耶 這是鳥籠公投法 就是不讓你公投 所以將來的這個門檻啊 都應該要修正 郭主席你覺得江平在東京演展的表現 會有成了你們的助選員 刺激更多的人來簽名 所以這個是說起來是 這樣的一個舉措 這樣的荒謬行為啊 就曝露出中國的 一些政權的 那一種真面目啊 那一種這個 可以說是 那一種這個 惡辭我的意思在這裡 但是把這個 中國要併吞台灣 一貫的這種做法 更強硬的把它表現出來 那這個是自然 劉洛茲 洛茲他的呼籲尾巴 就這樣子嘛 其實中國要併吞中 台灣呢 從來沒有說是 他都是陽火不是陰火 但是是我們這邊一廂情願 好在看的時候 兩岸關係緩和了 其實江平這一種是非常蠻橫 這一種啦 台灣人民是非常痛苦的 那麼我想 這個對這個馬英九所說的話 兩岸關係大躍進 這是打了一大巴掌 所以你覺得 他們把江平的行為說 是個人行為 做一個切割 你覺得這種解釋 這個沒有個人行為 沒有個人行為 而且說這個是擦槍走火 哪是擦槍走火 是無意間化 這個是 不是這一件啊 國際社會環境有這個場合 都是這樣子的 不是個人事件 也不是個別事件 也不是孤立事件 也不是擦槍走火 甚至於 這個 我們這裡有一個報紙來講 說這個 主要是要給日本製造麻煩 其實 這是在轉移焦點 其實是一箭雙雕 一方面矮話 你中國 台灣 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一方面打 一樣 給日本製造麻煩 是這樣 一箭雙雕 不是這個 他們講的那樣的 會給日本製造麻煩 這種說法沒有人會相信 謝謝 謝謝 一箭雙雕 這是用兩個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在聯組 這樣子 他們就去簽訂了 決定了台灣所有人民的未來的生活 好